最近啊 一群胖嘟嘟的三彩宫女永活了 在宫殿里偷偷地开了一场夜宴 这些我都看到了 别想瞒过我 因为我就是夜宴当晚的酒气啊 我是一个萧尊 现在大家都叫我富豪萧尊 我先声明 我不是一个蹲着的小狗 我是一个机敏的猫头鹰 萧就是猫头鹰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富豪萧尊呢 在商朝啊 出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富豪她非常厉害 富豪的丈夫武丁非常喜欢她 就为她制造了一对萧尊 她就是我 传奇的故事半日时间 逐渐沉淀在周天子的稻田里 然而 我富豪萧尊 在1976年 竟从河南省安阳殷须富豪墓出土 和大家重新见面 大家经常瞪大眼睛 歪着头看着我 疑惑我为啥是个猫头鹰的样子 我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吧 在那个神秘久远的青铜时代 商代 人们非常崇拜鸟 有天命玄鸟降而升伤的说法 大致意思是 商代人是神鸟的后人 当时猫头鹰 也就是肖 长着锋利的嘴巴 空洞的眼睛 它的形象 经常被用在各种器物上 显得格外醒目 夸张 很有威慑力 大家觉得我还很萌 但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人们可不这样认为 都觉得我很吓人 很有威严的呢 是不是很有趣呀 哈哈 哈哈